好,我们一起讨论《道德经》第五十五章 寒德之后,比如世子 风菜毁舌不适 蒙奏不拒,绝了不博 寒德之后 那么是指修大道,成大德子 所以寒是指生命之寒盛 后是德性之后事 寒德之后是自觉的,依道而行 自觉的修道,自觉的养道 那么成就这个化道而为德 那么境界不断提升,不断的拓展 成就的这种真实的生命 老子把这种成大德子给计为赤子 赤子就是刚出生的婴儿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 那么都知道小孩刚出生 浑身红红红,所以就以刚出生的婴儿 小孩来比你修道者 赤子在什么意义上说 这个得道者 那么有这种可比性的 我们说赤子 那么他寒道而生 得道而生 他的本性完全没有分化 素不本性 没有分化 因此老子比这个 寒德之后者为赤子 就是来描述这种得道者 他素不本性 并温泉完整 未被破坏 未被分化的状态 实际上我们知道 赤子和寒德之后者既有相似之处 同时也有巨大的差异 这个巨大的差异就表现在 赤子 他的魂犬 他的书本性是自发的状态 是天然的状态 而寒德之后者 是经过自觉的修养 境界不断的提升 自觉的化道为德 自觉的那种将已经分化的本性 将他经过大道的功夫 回复到那种魂犬完整的状态 因此 寒德之后者的素不本性 是一种自觉的乃至自然的状态 而赤子 他的魂犬的素本性 仅仅是自发的素不 那么老子紧接着描述 那种寒德之后者 那种得道姿态 所谓风菜 毁蛇不适 猛兽不拒 绝鸟不薄 风 我们知道这个风类 它有着毒针 可以遮人 这个菜呢 就是蝎子之类 也自有毒针的 毁那是毒蛇 那么风菜毁蛇就是那种具有攻击性 能够攻击人的这些怪兽 怪兽 猛兽 但对修道之人来说 那么这些猛兽 独虫对于他来说 不会攻击他 不会攻击 也就是说 不会把他们的本性 施加于这种 寒德之后者 在何种意义上 寒德之后者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说寒德之后的 修道者 得道者 他能够自觉的明了 天到地到 人到物到 他能够不仅明了 而且能够自觉的 依道而行 他能够依照 风菜毁蛇之道而行 依照风菜毁蛇之道而行 就是让他们 成为他们自身 不去把自己的意志 作用于风菜毁蛇 不去改变他们的天地 不去改变他们的本性 同时 自觉的给他们生存空间 给他们这种生存的可能 同时 必其风马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那么风菜毁蛇 既不为人所加 同时也不可 加于人 那么猛兽不拒 绝鸟不薄 包含同样的意思 猛兽 凶恶的猛兽 凶恶的鸟类 他们呢 那么修道之恩 寒德之后者 都能够了解他们的本性 了解他们的 尊重他们的本性 那么依猛兽之道 绝鸟之道 来活动 给他们各自的生存空间 不去破坏他们 不去强加他们 同时 因为完全了解了 猛兽 绝鸟之道 所以 他能够依 绝鸟 猛兽之道 也行 不会 这个为猛兽 绝鸟所加 同时也不去 加于 施加于 把自己的意志 目的施加于猛兽 绝鸟 这里实际上描述的是 这个 老子用这种 毒蛇猛兽 非勤猛勤 来描述的是 修道者 既不为 这个既不 以自己的意志目的 施加于 那么 自然万物 同时 也不会为 他者所加 因此自己的本性 能够完整的保存 不会改变 事实上 在五四章 我们也提到 所以 善射生者 入行不欲四虎 入军不欲甲兵 所以四无所投其脚 虎无所错其爪 兵无所容其刃 兵无所容其刃 说的也是 得道者 席于兵道 席于 这个四虎之道 因此 他不会为四虎所加 所改变 所移议 他的本性能够完整的保存 第五六章也说 所谓 得道者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会 不可得而戒 表处的也是 修道者能够 独立而不改 我们以前学 二十五章 我们一直强调 独立不改 这是修道者 得道者的一个 最基本的特征 不改 是这本性 不会为他所改变 也不会为自己 所改变 自己不会去争议其性 也不会为他人他物 一意减损其性 所以这里 五十章 五十五章 五十六章 描述的是这种 独立而不改的 得道者之态 那么 老子进一步来描述 不为他之所加 自身的姿态如何呢 得道者 或者寒德之后者 所谓 古若精柔而握固 这一句 那么历来的解释 有差异 逐简本是 古若精柔而握固 不是握 是握 握住的握固 历来的解释 把握固 理解为对外在事物的 一种把握 这种抓住 牢牢地抓住 牢牢地控制 实际上这里的 捉住或者说握固 不是对外物的 这种把握 这种抓得紧 不会松散 而是描述的是 自身生命体的 自然凝聚之态 所谓握固 捉固就是 当中我们说 赤质的小手 能自然地凝聚 生命内在的 这种生命体 内在的统一性 非常的坚韧 所以说这里的握固 展示的是 生命体的统一性 而不是对外在事物的 把握 或者说 这种 主导 主导 尽管其本身 所以骨弱 精柔 但是呢 他内在的 他的意识没有分化 精神没有分化 他的所有本性 没有分化 因此能够 表现出浑然天成的 生命统一之态 生命统一之态 这两个弱和柔这个概念是 老子非常推崇的 两种在事姿态 也是一种精神姿态 也是一种价值 事实上我们说 弱者道之用 道 展示出来 那源源不断展示出来的 首先呢 就是用弱的姿态 弱 是一种自身的凝聚 持守 不是像他这四前 柔这个概念 我们说 在老子中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什么是柔呢 我们说 是两者相接触 能够欲之 矮避 欲之 矮引 处之矮退 我们的肌肉 碰到坚强 坚硬的东西 我们的肌肉 会自然地 退让 对桌子退让 而不是要改变桌子 这种柔的姿态 在与物交往的过程中 也是这样 它不是要求改变 对方 不是要把自己的 意志目的 去强加给对方 而是 能够有所避 有所隐 有所退 这种必 退隐 实际上 当然是一种包容 对他者的包容 不是改变他者 而是包容他者 容纳他者 因此柔 也是 这个 老子的 一个基本的 价值观念 柔弱圣刚前 柔弱者生之徒 表达的 都是这样一种 精神姿态 那么所谓 为之 僻母之河 而追作 精之之也 终日好矮不煞 何之之也 为之 僻母之河 而追作 追呢 就是 小男孩的生殖器 那么 小男孩的生殖器 我们知道 在他 内在的 生命的 赤质 或者得道之人 生命 统一 异常的强大 束缚的本性 这种 魂全之态 异常强大 他的一个 具体的表现 我们如果进一步解释 那就是这种 精气 凝聚 保全的状态 精气神 没有分化 不分 不外溢 所以 这种 追作 表达是 生命 整全之特征 这种整全 是内在的凝聚 而不是靠 外在的刺激 所以 这个僻母之河 那就是 这种外在的刺激 那么 外在的刺激 会造成 我们的生理的反应 但是 刺者 或者说 得之后者 他不需要 经过外在的刺激 而是内在 内在的生命 这种自然凝聚 自然保全 这种精气魂全之态 自然的呈现 实际上 关于这个性的观念 阴阳的观念 在道家中 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道家 和后来的道教 不一样 道家 按照很多的 汉贵家的说法 实际上 对于性的观念 叫性吝啬 性吝啬 就保全自己的 这种 阳或者阴 所谓阳者保阳 阴者保阴 阳者保阳 阴者保阴 是说 让自己内在的 这种 这种 所谓先天之气 自然的保全 而不需要通过 这种阴阳交感 阴阳交感 以及后来的 所谓男女双修 这些彩阴补阳 这些观念 实际上 这是道教的观念 道教和道家 那是完全不同的 精神系统 道教的核心观念 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强盗的观念 简单就是偷 所谓采阴补阳 采阳补阴 所谓 吸五谷的精华 所谓吸天地的精华 所谓炼丹 这些观念 实际上都是要 窃取 偷盗万物的精华 成就一几只 长城九世 所以他们的观念 对男女观念上 就是 男的要成仙 要吸收女经 女的要成仙 要吸收男经 但是对于道家来说 他说 说 持的是一个 基本的观念 我们刚刚说 叫性吝射 所以阳不施于阴 阴也不施于阳 阳不受阴 阴也不受阳 让他自身的那种 那种 素不本性 自然的凝聚 还不 不施于他者 同时也不受他者 这样才能够保证 素不本性之 纯正 所以 这个 老子说 这种 得道者 或者赤子 为之 屁母之和 追作 精子之以 所以精子之 是那种 精气 那种 素不本性 浑泉 完整的状态 终日豪爱不煞 何者之以 终日豪爱不煞 这是描述的 赤子 豪 小孩子哭 小孩子那种哭 那么是一种 内在精气 自然的一种 生命的自然的流露 自然的涌现 生命的自然涌现 它不是要 加于他者 不是要 施加给他者 还是一种生命 充盈自然的一种 外露 所以他能好 终日好 但是不煞 煞是伤 喉咙会扯破 小孩子不会 喉咙不会扯破 它的原因呢 老子说是 何之之以 因为内在的 生命 那种生命体 完整的统一 内在的和谐 完整状态 没被打破 没有分化 这叫何之之以 何之之以 所以这个 老子说 要知何越长 知何越长 你要真正能够 了解到那种 温泉的 树不未分化 整全的生命 你能够把它 在精神层面 自觉地认同 自觉地去 修养 能够化为 自己的生命 这就叫常 什么叫常 那么 常不是天长地久 而是生命的 内在 生命的 那种 浑泉状态的 保持 知常越南 道家 那么对大智慧的追求 他用了 概念叫明 他很少用知 那么所谓的明 这里一个具体的界定 就是知常 能够真正知道那种 生命之河 内在 束缚 本性的完整 能知之 并且能够 化为自己 化为自己的生命 这叫明 这个明不是一种 单纯理智的了解 不是单纯理智的了解 以前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单纯的理智了解 是往矮不返 去了解外在的事物 去了解外在事物 属性 特征 把自己的东西 投射于外在事物 同时和欲望 相纠缠 取物归于己 但是明 首先 它的特征 按照这个道德经的说法 明可以叫做何其光 它是对理智的 单纯向外投射的 这种理智的一种扭转 我们说理智是 王爱不反 那么这种真正的 道家的最求的明 是既往且反 不断地返回这些生命 这种返回 同时也包含着 这种智慧 我们当然可以分开说 一方面 这种智慧是 素朴本性的 自然的展现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 这种素朴的生命 恰恰在这种 这种不断亡而反的 这种大智慧之中 不断获得它的充盈 状态 当然在老子的其他章节 大家看到 所谓知见晓约明 明当然有不同的表述 不同表述 那么这里老子 特别从何常这个角度 来界定 来领会明的道家 所追求明的真切的内涵 所谓一生曰祥 心死 一生曰祥 心死气曰强 如果说知何曰祥 知常曰祥 我们说是老子的 所坚持的道路 那么下面说讨论就是 远离我们的大道 走向其路的是些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一生曰祥 这里边祥一般理解为不祥 这个祥呢 或者解释为央 遭央的央 一生 或者解释为夭折的央 什么叫一生呢 我们以前一再说 一生 简单的说就是争议其身 生命 伺候本性是一 它要不断地取物 扩大其身 把生命的一 变成二 变成三 变成万 具体来说就是取外物 来成就自己 我们可能都现代人都有这个感觉 自己口袋里东西越少 越心虚 因为我们熟人是无法忍受空无 无法面对空无 无法欣赏空无 我们只能靠外在的东西来 来充实自己 所以修道者常说这种 以外在的东西充实自己 以物为己 叫认贼作父 认贼作父 这个外在包含名 包含利 包含祸 一生说表达就是这种 不断地通过获取外物 把自己的意志目的 加于外物 同时 趋外物 而救一己之欲望 这样 口袋里 很满 心里很满 这样 这个 熟人才不会觉得 这种日子 无聊法味 所以熟人的精神世界 就是由名利 外物 所构建出来的 一个 物化世界 所以他的精神世界 是这样一个世界 我们以前谈 效率原则 功利原则 欲望原则 这是熟人的三个核心的 精神原则 由这种精神原则 构建出来的 精神世界 它是一个无法面对空虎 无法欣赏空虎的世界 那么为什么会 熟人 会需要不断地 取外以救 成就 内在世界 因为熟人 他的内在精神世界 无法独立 无法自主 他不会把这种 束缚本性 这种看作一个 具有自主价值者 因此 他总会 不断地争议其身 让自己变得很富有 让自己变得很强大 但在老子看来 这种争议其身的做法 恰恰是 对本性的 一种破坏 心使气约强 这些讨论心和气的关系 气我们简单说 就是我们的呼吸 我们都知道 我们正常的人 随时都在呼吸 但是 正常人 不大会感觉到 呼吸的存在 一呼一吸 完全是身体机能 一个健全的身体 有机体 自然的展现 什么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 我们的呼吸 某个印象是 我们的呼吸 出了问题的时候 那么自从 心使气约强 表达的是 要用自己的心意 心智来控制 我们的呼吸 当然呼吸 只是气的一部分 同时气 当然也包含了 精神之气 比如说喜气 弄气 中国人把这个一切都 理解为气 喜怒哀乐 有喜气 有弄气 有哀气 那么熟人 那么熟人都把这种控制自己的自然之气 呼吸之气 以及精神之气 当作自己强大的一个标志 我们现在熟悉 我们现在熟悉人 练气功的人 用意念引导我们的气 要用意念控制我们的气 实际上在老子看来 气本身 我们生命本身 是无本性 最理想状态就是自然的展现 自然的展开 应该是心随气 而不是气随心 我们的心 这里的心表达的是我们的预念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气应该是 主导我们的意志 主导我们的预念 而不是相反 把我们的气 交给我们的意志来控制 所以这里老子说 心死气越强 而强意味着什么呢 以后我们会看到 所以强坚强的死之徒 所以这种强 表达的是一种 这种生机匮乏 不断走出自身 不断施加于他者 这种死之徒 这样的道路 但这里老子紧接着讨论 所以物状则老 未知不到 物状 这种状和强 所表达的是 类似的内涵 这个状是指 那种 那种自我的一种凸显 自我的一种张扬 自我的凸显 自我的张扬 对他者其实就意味着 一种 生气凌人的一种 威逼 一种对他者的施加 对他者不示弱 还是施强 这种生命姿态 在老子看来 很容易走向 所以老 不壮则老 这是一个 道家的逻辑 一定会很快就会老 但对于道家来说 生老病是本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就像春夏秋冬一样 春则春 夏则夏 秋则秋 冬则冬 但是对于那种 状子来说 可能会 直接越过 从春 直接到 到了秋 直接到了夏 所以他的生命 所以他的生命是不完整 这种老所表达的这种 内在的生命环节 没有完整的展开的 迅速走向死亡的这种 趋势 老子把这种趋势叫做不道 壮 壮 老 通向是不道之路 什么叫不道 不道就是道的反面 道的反面 我们以前给大家谈到 道的反面 那是死亡之路 那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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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强盗之路 强盗通向是好 老子说不道 早已 不道的结果 实际上很简单 以就是反弹 终结 内在生机的 穷劫 匮乏 这叫早已 早已 所以我们以前 一直在给大家说 老子这里 实际上只有两条道路 一是大道 另外也是不道 或者叫非道 或者也可以叫做强道 不道 非道 强道 相互贯同 都是背离大道 都是以出于己 而归于己 以强壮 作为它的一个具体姿态 它和以柔弱显示出来的大道 完全相反 好 这是 无事无章的基本内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